值得睡觉 看谁晚上搞少动作 明天这样可思 得赶紧复习才行 看我的黄剑级同学 降龙十八掌鬼杀走失 怎么这么大灰尘 再来一次 谁在恶作剧 一定要把你救出来 再来 玩我是吧 你逼我的 十八掌一千八百二十八 是最后一试 降龙游回 耶 啊 啊 啊 董导 请家长 必失不解 相信科学 看我的半生机同学 请将我家的微星角度调好 在用微星发展激光 消息向外面的故事上 只是在我穿过的三轮镜上 通过三轮镜 将光会显为七兆颜色 暂时在墙上 只要戴上我的色彩眼镜 才能看见 其他人什么也看不见 小美老师肯定发现不了的 耶 这些小孩子 睡觉也不知道把窗帘拉上 小美老师 明天公开课的课件 你做好了吗 记得提前预讲一遍 好的校长 我马上躲 看我无中生有王 这集同学 让小美老师 亲自在庆祝 给我们上课 我提前在电话里 录好了校长的声音 然后发送给小美老师 为什么到晚上都不放过我 不对 校长每天九点准时睡觉 怎么可能这么晚 给我打电话 而且现在已经过了12点 公开课应该是今天 校长这么严谨的人 却说明天 那么只能是 白毛服务绿水 下一句是什么呢 想不起来了 有没有同学知道呀 是红爪波亲波 老师表扬我吧 小姐还得睡觉 中心了 好 小姐 小姐